三日不吃酸和辣 心里就像猫儿抓 走路脚软 掩野花 这句俗话中提到了两种味道 酸和辣 辣是人们对湖南味道的固有印象 而酸则说的是张家界的饮食 张家界属武陵山区腹地 古时交通不便 山中少有货物交易 盐咸味道匮乏 人们只能以酸调味 以酸助鲜 长此以往造就了张家界人 对于酸谣的执着 酸能除心解密 提鲜增香 也能化腐朽为神奇 让平淡的食材变得无比可口 糯米酸辣子 酸萝卜 包骨酸等等 都是它们为之痴狂的美味酸谣 它们善用食材间奇妙的反应 来满足自己对酸的追求 盘子 自古以来就被当成是制作酸谣的绝密武器 盘子菜起源于远古时代 那时候人们食物不多 未度过饥荒 就选用陶罐封存仙菜 以备应急用 张家界人偏爱的是陶土坛子 土坛既能隔绝光线 又能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 让食材不易变质 而坛子的摆放也充满学问 坛口向下倒放 用于素食的保鲜与发酵 将豆角小米辣等食材放入坛中 压实 用竹汁灭条塑料薄膜封口 再将坛子倒放在水里 食材发酵产生的二氧化碳 被封闭在坛内形成了艳氧的环境 阻止了其他微生物的滋生 起到延长食品保存期的作用 借此以酸保鲜 坛口向上正放 则被用于荤菜的制酸与助鲜 酸肉又称坛子肉 是张家界人将荤菜制酸助鲜的代表 金华君和师弟向左向 是张家界公认的擅长做坛子肉的厨师 张家界最传统的盘子肉做法复杂 主要分为腌制和油煎两大部分 金华君负责腌制的部分 早上八点 金华君来到菜市场采购五花肉 他今天要为店里腌制一批坛子肉 金华君已经做了十九年的坛子肉 在选材上他经验丰富 接下来金华君要争分夺秒赶回店里 用坛子留住五花肉最新鲜的味道 小师弟 切尔花 哎哟 大师兄 今天有带动到转 哦 你背东西 将上好的五花肉用火烧皮 皮逐渐被烤得焦黑 立刻用清水冲洗 滚烫的肉皮在凉与热的刺激下 迅速收紧 变得焦脆 切成厚薄一致的肉片 既有助于酸味的渗入 也方便之后烹调时的瘦热均匀 盐的比例是坛子肉形成绝妙酸味的关键 盐放得越少 则发酵时间越短 若是用量过少 则会导致生肉发酵未完就腐败变质 饼子肉面膜的比例 适合今年火酥感 坛子肉外表酥脆 但包裹于其中的肉片则保留了嫩滑的口感 这是糯米粉与粘米粉的功劳 将生肉放入盆中 使其与米粉充分接触 金华菌动作迅速 它必须要保证五花肉从买回来到入盘不超过三个小时 这是为了留住五花肉最新鲜的时机 盘子是金华菌的秘密武器 腌制好的肉片放入盘中 压实以挤出空气 盖上盖子 盐口倒水 彻底隔绝空气 三个月的时间 米粉 盐与五花肉在盘子中相互作用 剪成的酸味留住了五花肉的鲜 金华菌凭借对生肉腌制的领悟 成就了盘子肉的酸 而要最终实现盘子肉酸与脆结合的美味 还要借助师弟向左向对于火候的把控 油热后 均匀地下入腌制好的五花肉 小火慢煎 盘子肉 均匀地下入腌制好的五花肉 盘子肉外表包裹着米粉 核实翻面才能让米粉不散 又有恰到好处的金黄 这全品惊艳 向左向对于火候的把控十分精准 用勺按压 逼出多余的油 使五花肉达到肥而不腻的境界 带坛子肉煎至两面金黄 出锅 沥油 锅中爆香干辣椒 重新下入煎好的盘子肉 辣椒丰富口感 而之后放入的大蒜叶则为这道菜增添色泽 盘子肉上台 打热一下哪 走在这里 来把盘子肉上 是合同 jese 烂哦 这个菜不怕吃呢 这个菜不怕吃呢 焦香的外壳包裹着肥美的五花肉 一口下去油脂在舌尖泵裂 酸味解除了油腻 而肉类独有的发酵过的酸香越发浓郁 口血独起来 酸酸带 酸酸带 脆脆带 尽管因为耗食耗力 现在做坛子肉的人越来越少了 但在金华君和向左相看来 坛子肉是张家界最传统的味道 无论如何 他们也要守护好这道酸鲜美味 张家界人对酸的热爱激进痴迷 他们绝不满足于乙潭质酸 还善于就地取材 从食物的本味中提取出更原生态的酸爽 日餐凉面一两碗 不辞长作 庸成人 这句诗是张家界人爱吃凉面的真实写照 而凉面正是这里另一种风味独特的酸食 杨松林做了三十年凉面 从游走在街头的小摊车 到如今落定到这个隐于闹市的小门店 不论搬到哪 食客们一直追随着他的脚步 六加二是店里老食客们的行话了 意思是六块钱的凉面加两块钱的猪耳朵 而汤则是西红柿汤 这是杨松林的独创 张家界凉面里 风味独特的酸就来源于此 但凉面与西红柿汤的邂逅 却远发偶然 在以前这么样的历史 他们突然在这那么七八斤的西红柿 太酸了 所以我就跟着 到冰床 让他们尝一下这味道动量 这味道一吃 都说这个西红柿 味道相当好 让杨松林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无心之举 居然赢得了食客们的满心好评 生意最红火的时候 一天能卖一千两百碗凉面 用西红柿汤代替食醋增酸 后来被各家凉面店纷纷效仿 西红柿本身的酸味替代了醋酸味 姜果特有的酸甜 增添了与众不同的新鲜感 将凉面中各种配菜的味道 调和在一起 提鲜提味 让人胃口大开 就像是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这个西红柿是封底的 有三玉栓 这个西红柿是封底的 有三玉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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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西红柿大队晃进去后 它的冰冰就是五百五的冰冰 我想它们得水大 它煮的时候也煮开 煮开后的西红柿汤 无需任何调味 静置放凉 一碗让人回味无穷的凉面 除了汤汁 面条也是关键 面条下锅后盖上锅盖 待煮熟后捞起 要立刻放入凉水池里快速降温 这个卤熟一盒就过了水在里干 基本上上面不卤熟的 过凉水后加入菜籽油 用筷子抖散防粘 让每一根面条最大限度与空气接触 刚拌好的面条要放置七分钟 待面条放凉才能端出 这个冻了的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这个鲸鱼水还是有吃的 不可以点进的 如果是吃猪肉的牛肉 就为你自己吃 你要吃什么东西 不就肯定好几碗 放入十三种配料后的碗内 一堆成一座小山 开始翻拌 手法随心拌匀即可 细细品尝 酸 辣 鲜 西红柿 以其酸甜可口的滋味 在张家界凉面里一桶香糊 一根凉面裹挟一块汁水 唇齿之间只留下西红柿的清爽酸香 酸 酸是张家界人餐桌上少不了的味道 为了能一年四季都吃上这口酸 同一种食材 张家界人有不同的致酸秘法 那就是利用阳光来锁住酸味 张家界人制作干菜的历史悠久 过去制成干菜便于储存夏季吃不完的瓜果蔬菜 让人们即使在青黄布街的寒冬也能吃上一口蔬菜 因此每家每户都会根据自家的喜好制作干菜 在越冬的干菜里有一种另类的酸摇 那就是干西红柿 55岁的胡春凤是镇上远近闻名的干菜制作能手 这得益于他平日里饰花弄草的爱好 养花是水分与阳光的学问 他对二者的了解运用到了制作干菜的记忆中 今天他要趁着深秋最后的暖阳 储备一批过冬的干货 你这个能买的啊 二块块 二块吧 二块块那我买点 你帮我摘 摘这个小一点点啊 打点别啊 这个西红柿架头一样 还有这个颜色要好看一点 还要硬度还要硬一点的 因为它的水会少一点 它做出的西红柿就是尽量多一点 干西红柿是胡春凤一家人的最爱 经过一个夏天 用自家种的西红柿晒的那几袋干西红柿早已吃完 现在的季节 西红柿不比夏天的好 他要仔细挑选 胡春凤买了15公斤西红柿后 便往家赶 接下来他要开始一场雨阳光的赛跑 你买了什么 洗一口吃啊 要不要吃啊 要 那洗一口吃吧 洗完的西红柿要自然晾干 这个就是看这个西红柿的大小 如果这个西红柿小就是三刀嘛 如果一个大一点的就是四刀 就是这个形状不要切到底 这样这样就是一个整体嘛 晒干了以后像一刀花 很好看 色泽红亮 汁水饱满的西红柿 在根地部分下刀 横 竖 斜 切成六指八半 这个西红柿啊 是很有讲究的 在这个秋天或冬天的话 天气好花开了以后晒上两天 不要去冻 如果冻它了以后 它就会变荷 在阳光暴晒下 西红柿脱水得以储存 香气浓缩 风味沉淀 西红柿里的柠檬酸 苹果酸和乳酸 在阳光的作用下 把原本专属于盛夏的酸 延续到深秋和龙冬 傍晚时分 胡春凤的女儿 特意带着丈夫孩子一起回来了 妈妈 我祖花 我那边睡着 有讲官帮叔叔走下来 干碟的表皮之下 再无半点水分 这便是晒好的干西红柿 用干西红柿做菜 是餐厅里少见的农家美味 也是这里的特色之一 取一把干西红柿 放入温水里泡发 干燥的表皮逐渐回软 浆果的风味 在温水的浸润下被唤醒 挤干多余的水分 下入油锅内翻炒至香味一散 加入自家田里的辣椒 蒜苗 为这盘红火的农家小炒 增添些许嫩绿的点缀 干西红柿炒得太久 会影响嚼劲 只需一两分钟 便可出锅上桌 来来来来 干西红柿来了来来 干西红柿 来 炒过的干西红柿 有一种奇特的果香 这是带着维C的味道 咀嚼起来 味道愈发浓烈 酸甜 令人口舌生津 越嚼越香 以前这蚂蚁超干净味 感觉比较煮的好自然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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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点 炒干西红柿 是时间沉淀之后提炼出的酸甜 也是胡春凤一家三代都离不开的生活滋味 张家界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重拦跌杖的山区环境 让张家界人有了靠山吃山的饮食习惯 他们从山水间取材 制作出各种独具特色的精巧美食 来 现在开始 眼前这绝壁攀岩的表演惊心动魄 表演者肃松云在这里展示绝技已有十四年 他这一身好功夫得自父亲速学礼的传授 如今六十六岁的速学礼已不再表演 在他的人生里 绝壁攀岩成为表演艺术之前 这门技艺有着更为实际的用途 张家界属沙岩风林地貌 岩耳正是生长在这种沙岩绝壁上的黑色第一植物 岩耳它长得西北红香的 阳光好的地方 气温高了 黑发低的地方不长岩耳的 因其生长环境的特殊性 绝壁攀岩成为采摘岩耳的唯一技艺 速学礼二十二岁拜师 是张家界现存为数不多的颜耳课 至今仍遵循着师父传下来的技法 这个绳子是我自己从山里面剥下来的 洗干净以后 都在自己剥筒的 很坚实的 接下来 速学里需要确定结绳的最佳位置 毕竟垂绳下去便难以重来 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空中飞人般的操作 每次采摘也不过几两的收获 野生眼周期缓慢 年均生长不足一厘米 这次采购的地方 要再等三四年才能长出 岩耳含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是既可入药又可食用的菌类 因此 在古代被奉为贡品 有着民间珍品 食中佳肴的称号 这些长在峭壁上的独特食材 正是因为有了速学里这样的岩耳克 才逐渐走上人们的餐桌 成为张家界各大餐馆里的当红菜品 晚上六点 夜幕降临 用餐正当时 上餐了 炎耳炖土鸡 张家界人餐桌上一对拆不散的完美搭档 炎耳具有养阴润肺 清热解毒等功效 土鸡的温补 恰好弥补了炎耳性凉这一缺陷 从业三十二年的孙忠义 是制作炎耳炖土鸡的好手 尤其懂得激发炎耳特殊的味道与功效 清洗来要用温水把它泡软以后 清洗里面这个泥沙青苔 可以吹到这个耕耳 这样才不会影响口感 这个鸡要甩用右股列左右的 载眼的头肌 这样吃起来 口感比较好 肉质紧实 生姜与鸡块爆炒 下作料去腥提味 再往锅中倒入高汤 煮至沸腾 转到波内 小火慢微 讲鸡肉的鲜 小火 砦档 小火 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张家界海拔720米的大山深处 还生长着一种其貌不扬的豆壳植物 葛根 它与盐耳 绝粉并称为张家界三宝 喜欢生长在土层深厚又疏松的土壤中是一味中药 也是有着千年人生美誉的食材 正兴中 人送外号正胡子 早年在城里卖酒 如今回乡后 每年深秋一到 他便趁着收获的好时节带着村民上山挖葛 山里人对葛根非常熟悉 源于他们留意着身边的一草一木 时刻观察与发掘 寻规了两个小时之后 正兴中他们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葛藤 先摸清葛根的大小和生长走向 再清理葛藤 抛去周边的泥土 来一会儿 让 装给他 装给他 那肥油好 五十斤 今天收获破风 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要赶回去制葛 为了追求葛粉的味道纯正 正兴中一直沿用着祖上传下来的古法制葛九大工序 葛根要先削掉外层的氧化物 然后放入石波内用木锤锤打成团 葛巴是泥土与葛根淀粉的混合物 两次漂洗后 用包袱过滤掉葛巴里的泥土 剩下来的黄褐色液体就是流料水 夜色将至 大家已经筋疲力尽 流料水还需放置一碗进行沉淀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山里人遵从着大山的时间规律 才更懂得大山的味道 一晚过后 葛根沉淀物在盆底淤积 还需加入一味草药 才能完成葛粉的转换 館仲从山上瓦西培来后 有削皮 削皮它要抓烂 抓烂它要进水泡 要泡的每几十分钟 泡是咸的 館仲 蔷薇科植物 有清热消炎之效 而当地人用它为制葛石 过滤泥沙 分离淀粉 加入管仲水后 与盆内的液体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深褐色慢慢变成奶白色 现在这个管仲一下来 这个杂质 全部的皮都 这个部分比如说干出给 干出给它就准备过滤 这个杂质 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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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秋的清晨透着微寒 今年的第一批葛粉即将出炉 一拍一打之间 葛粉成团 在燃尽的草木灰里放置十五分钟 利用草木灰把多余的水分吸出 再用报纸仔细包好 挂于屋内阴干 哇塞 一种是虫子气 虫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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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有肋蛋饼 又会长肺气 又会长函气 又会长函气 充熟后的格粉色泽微黄 呈透明胶质状 醇香浓厚 入口略有回甘 鸽粉鸡蛋饼 在充熟的鸽粉中加入鸡蛋与葱花 咸香四溢 软嫩弹牙 五十多公斤鸽根 通过繁琐复杂的工序后 只能制出五六公斤鸽粉 三天两夜的守候 浓缩成了山里人手上这碗质朴无华的美味 这是大山的馈赠 也是山里人自得其乐的生活 张家界桑植县五道水镇 地处里水源头 水清水甜水好 猪方君在寻找的 是当地的一种特产鱼类 啪啪鱼 啪啪鱼 焉喜欢啪福鱼吸水岩石上而得名 五道水洁净的水质 充沛的酱水和温凉湿润的气候 形成了这种和鲜小鱼的生存环境 它们个头小 异常灵活 因此肉质紧实鲜嫩 但想捕到它们 绝非易事 捕啪啪鱼 要在水流较为湍急 鱼群活动频繁地下游水域 先将捕鱼篓放在石头附近 迅速扒开石头 正好可以将四处乱窜的啪啪鱼 收入囊中 鱼群活动 老板 鱼来了 老板 今天打的鱼 不多不 牵涉不好 鸡量就可以 眼前这个广东男人叫麦润池 而这里是他的妻子中彩兰的故乡 十五年前 麦润池跟随妻子中彩兰回乡探亲 被五道水的美景吸引 便在此留下 十年间 夫妻俩开了这家餐馆 店里主推的便是妻子的拿手好菜 小炒啪啪鱼 挤出内脏 洗净 放盐和醋 腌制片刻 让鱼 让鱼 去腥入味 油烧至七八成热 啪啪鱼下锅 全程都要用中小火 仔细盯着 小心翼翼地翻动 用油的热度 渐渐收干水分 炸至焦脆 便可出锅放凉备用 焦香酥脆之中 鲜而不腥 外酥里嫩 辣得清爽 回味无求 炒啪啪鱼 这便是当地人聚会时 有朋友和酒 就必点的餐桌美味 来了 几位老板 你们点的啪啪鱼 是我们五道水 最出名的菜啊 炒啪鱼要点 撕着啊 怎么样啊味道 几位老板 很好点 很好点 招一下 经营着餐厅 守护着妻子 在这青山绿水之间 宜然自得 需要的不仅仅是热爱 更要有一份耐心 美景让麦润池停下了 匆匆的脚步 而真正让她离不开的 正是大山儿女 带给她的山之情 水之味 和麦润池一样 每年被张家界绝美的风光 吸引前来观光的游客 不计其数 让全世界游客最新于此的不止山水美景 还有让人流连忘返的山水味道 土家小伙 李简峰从事餐饮管理十一年 从创业之初的烧烤小店 到如今高朋满座的特色餐厅 在她看来 张家界的味道 正是为所深山人味时 朝露花开 浑天城的山野之味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们 都能吃到张家界最地道的山里味道 两年前 她与厨师们共同研发了山水宴 山水宴 有盐耳炖土鸡 隔粉鸡蛋饼 香煎啪啪鱼等十三道菜品 道道都是城里难得一见的山野美味 必须提前预定 此时的厨房 正为了今晚的山水宴 开始忙碌起来 两个小时的精心烹调 菜品出锅 但山水宴还没有正式开始 菜品出锅 也论被人家打算 这种转异和某种转异 播放 最后来 学习 这种转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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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最后来 歌曲做 接下来 我 出锅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张家界 三水燕开始 好 各位老板们还有帅哥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美丽的张家界泳餐 接下来我们的阿嘎美丽 会给你们献上这边的三哥 欢迎你们的到来 我们的菜还合胃口吗 好不好 嘴上说了不算 我来给你打个样 来自大山深处的山水燕 有着淳朴自然的山水之味 这个口音好像是广东来了 守护这份味道成了李简峰对相情最好的表达 也是他广交天下朋友的诚意 张家界以沙岩地貌居多 地表崎岂岩地略调 并不适宜进行大面积种植 农作物的产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餐桌 在过去 自给自足都很困难 物资交换也难以实现 张家界人一直面与着实财短缺的窘迫 但坚人与乐观让他们习惯了勤俭持家 土家人常说 节俭好比燕咸泥浪费好比核绝低 而节俭的意识促使他们学会了用巧思来解决各种难题 棉柔的核渣 香酥的猪花油渣 脆韧的打鼓皮 咸香的三下锅 在巧思之下 食材便废为宝 实现了华丽的逆袭 猪花油就是一种被他们巧思利用的食材 猪花油是猪大肠上的油脂 它出油率低 清洗起来需要耗费很多时间 很多人会选择把它丢弃 但是在张家界却有了不一样的结果 小青椒炒猪花油 是李锡青的饭店里点菜率最高的一道菜 对不起 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让我煮是吧 哎呀好 咋呢 不去那个打油渣的味道 这个还比较 这个还比较有专家界的特色 然后入口呢 肥肉不腻 而且配这个辣椒特别的解腻 特别的香 外表炸的很酥脆 然后根据这个青菜吃起来的话也不会很有腻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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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锡青师臣香菜大师 做厨师三十六年了 年轻时他曾在国外工作多年 大家都爱开玩笑 说他很洋气 但洋气的他最拿手的好菜却是 小青椒炒猪花油 这种地道的中国式烹饪 把猪花油切成小块 浸入清水中 能让血水更快渗出 带走那些腥味 烹过以后要换水 经常换水 换三到五次 一般要把你们的血水 要泡洗干净 洗得干净以后 它才味道上好 不停地换水 一直泡到猪花油 洁白如玉 清水不再浑浊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八个小时 今天浸泡的猪花油 除了做菜之外 还有另一项特别任务 每个月李锡青都要在店里举办一次讨论会 大家交流厨艺 集思广益 碰撞出一些做菜的奇思妙想 今天我们一起来 找你们做这个花油渣 首先我们要抽水 要用水漂个三到五个小时 换水把那个血水漂干净 晚上九点 徒弟们挤挤一堂 泡好的猪花油也闪亮登场 它是今天的主角 作为香菜大师的传人 李锡青分享着料理猪花油的秘诀 焯才能彻底解决腥味 一般焯水 焯成这个样就可以了 主要是把它 里面的血水 也加上里面的异味 把它焯出去 一般这样就可以了 焯厚的猪花油 还不能直接做菜 小青椒炒猪花油 需要的是油渣 如何让炼出的油脂 洁白鲜亮 熬出的油渣爽脆焦香 李锡青也有自己的绝招 炸这个油渣的时候 你需要倒点水 煮一下 用水炼油的巧思 源自张家介人 数百年来的观察和实践 水分在熬制的过程中 不断蒸发 让猪花油受热均匀 油脂吸出的时间更充分 油脂的质地也更柔软 颜色洁白诱人 这需要更多的时间与耐心 考验的是厨师的专注力 专注是一种静夜精神 也是一种令人踏实的生活态度 大部分油脂已经吸出 但油渣却还没有达到李锡青酥脆的标准 此刻初步成型的油渣 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 立即在锅中倒入色拉油 继续下锅炸 来不及冷静的油渣被热油包裹 经受最后的力量 高温把油渣中残存的油脂全部逼出 准确掌握火候与时间 密切观察油渣的形态 当它变得半透明 外壳酥脆 迅速出锅 这样炼出的油渣 才是小青椒的最佳伴侣 锅中留下底油 倒入切好的小青椒 再倒入油渣爆炒 这个青椒必须起泡 必须要起泡 你不起泡的辣椒炒得不好 放几盒花椒 往前生姜里 往前晒 炒一下 好 好 这油渣炒好了 来 都吃一吃 试一试味道 来 来 来 用手抓的 用手抓也可以 都可以 味道好不好 嗯 这有个脆 好脆 这个 来 我脚锅里面 来 就这样 讨论会上 李锡青从不把自己当作唯一的主角 他认为动手实践 永远比纸上谈兵有用 好了 让大家自己做菜 自己去搞 曾因出油率低而被嫌弃的猪花油 经过张家借人 巧妙地利用清水 除腥与炼油 恰到好处地反复油炸 猪花油便废为宝 成了抢手的食材 大家各显其能 其乐融融 这背后 深藏着传业受到的情怀 也讲述着 物尽其用的道理 而从艰难岁月走过来的张家借人 不仅懂得便废为宝 更发挥着自己的材质 就地取材 让普通的食材 变成方便快捷 又营养饱腹的美味 河渣就是其中的代表 今天是一周一次的大集市 项玉霜早早地就带着亲手做的豆腐赶来了 45岁的项玉霜是土生土长的丧殖人 在这里卖了十几年的豆腐 是远近闻名的豆腐西施 项玉霜做的豆腐很受欢迎 十点不到便已销售一空 他要赶回家 为明天的出摊做准备 向玉霜做豆腐 一直恪守老规矩 用石墨墨制 丈夫胡点霜是他最得力的帮手 一推一转之间 夫妻二人默契十足 和渣是一种用豆腐浆和青菜混合在一起煮出来的土家美食 又被称为蓝豆腐 一个蓝字道出了他的真相 制作简单 食用方便 但是他又有着丰富的营养和鲜美的味道 深受土家人的喜爱 锅中下入自家熬制的猪油 猪油洁白无杂色 能让做出来的河渣保持纯白原貌 倒入豆腐浆 像玉霜抓紧时间 将萝卜菜切得又细又碎 这是为了让它快速熟透 入味 选菜有讲究 放菜的时机也不能含糊 豆腐香渐渐变得浓稠 边上的泡沫越来越密 浓郁的豆腐香味飘出 是时候下萝卜菜了 青菜给你煮猫泡沫过后 一阵子它就黄 一黄糟的也不好黄 一黄吃 煮碎的这黄菜也用 煮根它也没用 清糖它也不好吃 或者颜色也不乖 煮透的豆腐香浓稠绵密 细碎的青菜保留着翠绿的色泽 豆腐香混合着菜香 喝上一口不用咀嚼入口即化 这是最为寻常的一餐 却充满了家庭的温暖 喝渣用最为易得的食材 加上最为简单的制作方法 达到了营养和美味兼得的目的 喝渣代表着曾经 阴漏就简的饮食文化 同时也展露出 就地取材的巧思 但张家界人对于饮食的巧思 仍不止于此 另一种阴才施法的美食 更是明满张家界 那就是打骨皮 眼前这个挑剔的女人 因为脸庞稍大 被顾客戏称为胖嫂 她正是张家界打骨皮 制作的第一人 胡金英 这就是打骨皮 打骨皮就是这种颜色 把丁拌蛋来切肉 把肉切它 来 这个打骨皮 这个皮皮掉掉 均好的牛肉 活在一起吃不动 我还丢它快活系的 那么如何让打骨皮 变得美味呢 胖嫂开始了自己的研发 切心点它就不好切 它就有点化 煮熟了是好切一些 或者根据特别反应 它的口味就不行了 将生的打骨皮 切成细条状 看似简单的工作 却因打骨皮本身 筋脉遍布而变得艰难 如何成就打骨皮的嚼劲 胖嫂想到了 借助热水的力量 在锅里面一直在炒 炒的时候就变水滚了 要是补包它又有水滚 就用面的它就不好吃 超厚的打骨皮 放在竹面上沥水 阳光让打骨皮的水分 逐渐流失 其中丰富的筋脉 由此紧绷 打骨皮独特的口感 至此被彻底激发 19年如一日 每位顾客点的打骨皮 胖嫂都亲手烹制 直到两个月前 胖嫂在买菜的路上 遭遇了车祸 才让徒弟接受 但刚能下床行走 他就走进了 牵挂许久的厨房 地处因热成 潮湿的山区 张家界的人们 不论东夏 都爱用火锅炖煮食物 哇 终于来了 在火锅的助力下 打骨皮会越炖越脆 越炖越有韧性 它这个肉很有劲道 他们在老边的时候 吃这个味 现在还是这个味道 特别好 就是有的一个星期没吃 我就想过来吃一次 因为在别的地方吃 好像吃不出这种感觉 曾经备受冷落的下脚料打骨皮 就这样在胖嫂的巧思下逆袭成功 变成了香辣可口的美食 打骨皮是张家界人对食材因材施法的巧思 而在张家界 还有一种美食 则是在将食材变费为宝的基础上 又对烹饪方法进行了巧思创新 这种美食便是土家三下锅 三下锅之名 并非是因为其中放入了三种原料 而是因为它的制作工序 需要让食材下锅三次 才能达到绝佳滋味 在过去 土家人大多生活在山区 居住分散 半酒席不能及时赶到参加正席 为了待客 主人就把提前烹制的菜肴 各取一小份用锅来炖煮 让客人们随盗随吃 这种巧思的做法就叫三下锅 如今 专做三下锅的店子 在张家界市的街头随处可见 但为了迎合来往游客的饮食习惯 传统的汤锅式三下锅 正在被干锅所取代 对于喜欢追寻传统味道的张家界人来说 三下锅的土家滋味正在遗失 为了弥补这份遗憾 土家阿妹梁琴和做厨师的丈夫杨平 花了五年时间 终于研究出了传统土家三下锅的做法 传统的土家三下锅是汤锅 高汤是其中的灵魂 猪童骨微火熬至六个小时的高汤 色泽奶白 香浓醇厚 调料成就了三下锅 咸香麻辣的味道与口感 这个调料我们试了很多遍 就是为了能找到最喜欢的味道 食材处理同样关键 作为下水的猪大肠 又该如何成为汤锅中的主角呢 在无数次的试验后 杨平终于找到了秘诀 把这道菜做好 关键是原材料的处理 面粉具有吸附去污的能力 是清洗猪大肠的主力菌 抓三遍 要不断地把这个生粉 一定要洗干净 重复地洗几道 沸腾的热水可以有效杀菌 同时让猪大肠变形发硬 增强口感 在热水的沸腾中 猪大肠逐渐变形发硬后取出 花椒 桂皮 花椒 加点白酒 这个香菜香葱也起很大的作用 就是也是去腥的一种 然后盖上高压锅 做出的味道 跟以前锅煮的味道是一样的 处理之后 猪大肠的油腻被有效去除 变得浸脆起来 这种提前的处理 缩短了烹饪的时间 主人用预先准备的辛劳 换取了客人随到随吃的便利 三下锅是我们家界的特色菜 主料用到了肥肠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厨师长 为大家来现场喷制这道菜 请大家慢用 谢谢 柴火灶带来的烟火味 为食物增添了天然清香 因为我们老一辈的话 都是用的柴火灶喷制 所以的话想要做出正宗的味道 就要用柴火灶 大肠在锅中爆香 下入姜、蒜、白酒、干辣椒段和花椒 以调味 用高汤将调料充入锅中 雾气腾腾之间 正常的烟火灵 说几个烟火灵 其实是有些烟火灵 要放下来 人之间的烟火灵 到底是有点烟火灵 好快 饱受咸气的猪下水 在巧思中重新归回到三下锅里 而杨平夫妇对美味的坚持 也让传统的代客之道得到了传承 道为六谷之首 它养育了全世界约二分之一的人口 也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主食之一 在盛产道谷的湖南 世世代代的农民对米的感情深入骨髓 它不仅是生命的供给 也是一种文化的渊源 名山高耸入云端 骑风一时迷人眼 一山傍水的张家庆 至今仍研习着鱼羹倒饭的饮食习惯 并在奇思妙想之间 把米食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 它们用不同的烹饪方式 重新定义米的味道与形态 米不再是单纯的主食 也可以成为零食 糖果 菜肴 人和米的交互 缔结出了奇妙的缘分 清晨 宋小兵早早地就出发了 他要去的是位于张家界城区以外的老家 八年前 他在城里开了一家以锅巴饭为特色美食的餐馆 餐馆内用于制作锅巴的大米 选用的全部是这种来自老家的传统优质道 颗粒饱满 米味清甜 是宋小兵挑选大米的基本标准 每隔一段时间 他都要亲自回到老家 逐家逐户地去挑选满意的道骨 有没有 有不得有名吗 有啊 你挑的 挑的看看 你还大声点挑起 压压压 你摘的蛋也好多 肥多 跟着鱼切也很好 嗯 比较好的 为了满足餐馆 每年超过一万公斤的需求量 他得提前和多家农户预定 才能保证不被断供 今年41岁的宋小兵出生在农村 对他来说 小时候唯一的零食就是妈妈做饭时留下的锅巴 每次妈妈做完饭 趁着热乎乎的锅巴还没铲出来 宋小兵和妹妹就会展开一番激烈的争强 你一块 我一块 嚼得嘎嘣响 既好吃又饱度 那种滋味 是长大后的宋小兵在城里时常会怀念的妈妈的味道 带着对这种味道的眷恋 宋小兵在城里开启了锅巴饭餐馆 他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尝尝妈妈带来的那份锅巴香 我们现在做锅巴都是传统妈妈给我们教的方法 必须要用那个炒火才能够做成这个头家的这种锅巴出来 锅里的清水烧至冒泡 倒入洗净的大米 柴火天望 盖上锅盖 大米在沸水里尽情地翻腾 不一会儿锅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揭开锅盖 一个个气泡在水面上跳跃 这个做锅巴的这个米一定要煮出那个 不得全熟啊 那大家就是六成熟七成熟 煮到这个时候银银就碎了 这个时候是做锅巴的最好时期 现在可以把这个米舀出来 给你再来 这个时候不要放置 那我们就把这个米舀出来 大家看得出这个米舀 看得出这个米舀 这个米舀 这是什么米舀 你快去跟这个米舀 5永远 对这个米舀 但是 为的是让米饭散开 粒粒分明 最后我们用勺均匀地把米铺开 放在锅中 变成一个圆形 用力把它压紧 中间有点缝的地方 我们再用那个米汤 再把它烫平 做成一个形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特色锅巴 特别好吃 然后我们现在很少能吃到这种味道的锅巴 因为在家都是电饭饱包出来的 但是我们这里扎着的一个特色锅巴 我们这边的人吃饭都会来这里 有小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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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到初冬时节 利福塔镇的村庄里都会生起鸟鸟吹烟 吹烟升起的地方正在熬制一种当地的传统小吃米糖 这是一种用米和麦芽混合发酵后制成的糖 在当地 香甜酱甜酥脆风味不准 他制作的米糖在这十里八香家喻户晓 我家里用的这个就是蘸米粉 不是蘸米 蘸米中富含的淡米中富含的淡米能转化成糖分 这样的转化需要精心的试弄和驾驭 差强热烟就可能失之后一步都不能出错 在锅中倒入清水 依次加入剁碎的麦芽与粘米粉 不停地翻炒 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三个小时 目的是让米粉充分炒熟 米粉在反复翻炒之下变成了米糊状 送金香往锅里下入第二次麦芽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米糖发酵的重要时期 要想得到恰到好处的甜味 必须准确地把握发酵的过程 送金香对此已经熟忍于心 五个小时后 米中所含的淀粉通过发酵 转化成糖分 形成豆渣般的质感 这时要过滤掉里面的糖渣 留下糖分 烤牛肉 你是不是要带来带来? 想像到这里 我希望你带来的甜味 我是你带来的甜味 我给你带来的甜味 熬糖是个精细活 得时刻守在灶堂边控制火后 不能分心 稍不留神 整锅糖就会废掉 为此 宋金香把床搬到了工房里 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日夜守护才能换来米糖的好滋味 坐好了 要住窝了 熬好的糖液冷却后便可以手工拉糖了 宋金香的腰不好 拉糖的活就交给了她丈夫戴选龙 戴选龙将米糖挂在木钩上 一场精彩的表演即将开始 她两手握住小木棒 一刻不停地上下翻拉 一拽 一拉 刚柔并济 运用自如 原本深红色的米糖也在这反复拉扯之下 逐渐显露米白的色泽 做好的米糖甜而不腻 芳香可口 这种米糖虽然不像精致糖那样品类繁多 口感丰富 但仍然是上百年来张家借人最爱的甜食之一 与旁人谈论起米糖来 喜爱之情异于言表 浓浓的香情也变得甜滋滋的 在张家界以炒的方式烹米做成的炒米 即是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传统食品 在过去腊月二十二炒炒米 是家家户户过年必不可少的环节 今天 炒米逐渐演变成了大家的日常野食 还用它与其他食材相结合 创造出一道道丰富多变的菜肴 您好 浓浓丸子 浓浓丸子 浓浓丸子有 我马上给你先做 好的 嗯 好的 好的 再见 晚上见 好好好 浮星明 五十三岁 曾经是张家界厨师行业内响当当的风云人物 人颂雅号 浮大师 四年前 为了照顾家中年迈的老母亲 他选择退饮江湖 而去年 又在一票老顾客的强烈要求下 他重新捡起锅铲 在家做起了私房菜 今天有位老顾客预定了浮星明的拿手菜 炒米丸子 这是一道在民间濒临失传的菜式 这种在肉碎中融入炒米 揉制而成的丸子 如今只有在浮星明这儿还能吃到 制作炒米丸子 炒米的质量尤为关键 浮星明坚信 只有用纯手工的炒制方式 才能做出质量上乘的炒米 将洗净后的河沙倒入锅中炒干 加入铜油 防止河沙粘点 河河沙被炒得油亮发黑 再将蒸好阴干的糯米倒入沙中 河沙粘点 炒料面就要一次只能放一到二两 放多了就不行 炒的时候就容易糊锅 太多了 因为它这个一杯可以涨化五杯 不一会儿 锅里的米粒受热蓬化 变得饱满酥脆 劈里啪啦地跳了起来 化身为雪白的炒米 一种略带焦味的清香 也从锅中飘出 随着烟气渺渺生腾 这时用竹过井筛去河沙 香喷喷的炒米即可出锅 热腾腾的炒米带着富裕的米香 令人未知迷醉 在我们中间夜都爱吃这个炒米 平时就是还可以 伤人感染期待 感谢攻准 惊吻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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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t 以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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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花肉剁碎 炒米加入高汤泡软 十分钟后 吸饱了高汤的炒米 以一比一的比例拌入肉碎中 再依次加入葱姜末 盐 胡椒 鸡蛋等搅拌均匀备用 胡星明做起丸子来气定神闲 果然带着一些超然于物外的风范 一颗颗乒乓球大小的丸子在油锅中炸至金黄 这样的炒米丸子还不是成品 上桌之前还需蒸制 瓶汁 胡星明小心翼翼地将一颗颗刚出锅的丸子放入小碗内送入蒸锅 十分钟后 端出已被蒸制软糯的炒米丸子 浇上用高汤 盐 胡椒 红辣椒等调制而成的酱汁 炒米丸子才算大功告成 炒米丸子来了 来 尝一个尝 炒米丸子怎么样 胡言 还是我们头家的本味原汁原味的 现在我们就吃不到这个味道 现在也比达有人吃这个东西来 你都看东西 看东西 蒸好的炒米丸子 吃到嘴里既有炒米的香脆又有猪肉的软糯 炒米融入传统的肉丸 既增加了酥香的口感又能去油解腻 成为这道菜的点睛之笔 这道风味独特的炒米丸子 不仅是胡星明对于传统美食的守护 ieli语陪座 还是承在着她与食客间浓厚情谊的重要载体 感谢 愿你管住 谢谢 黑客 没到夏季便延热潮湿 人们以腌制 风干 烟熏 这些古老的方法保存食物 从而获得了与鲜食截然不同 更加醇厚鲜美的滋味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食物 要属在烟熏火燎间幻化而生的辣味 它历经时间的沉淀 沾染着家乡的味道 亲人的味道 就像人间烟火一般 弥漫着生活气息 尽管时光流逝 社会变迁 但浓郁的辣味 却能牢牢凝聚着张家借人的情感 成为了人们对饮食习惯 与生活态度的最好诠释 今天是礼拜一 今天上午作为出品部的 咱们也在这里碰个头 今年四十岁的唐江 是一名餐厅经营者 这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小伙 三十岁时开始创业 这十年来 先后在张家界开设了七间餐厅 但不论旗下的餐厅 是什么风格与定位 有一种菜品 永远都是店内的头牌 那就是唐江老家乡亲们熏制的腊肉 为了回报这些年乡亲们的付出 唐江每年都会选在杀年猪的日子 回到老家 白商几桌宴席 答谢乡林 上飞了 拿住那个 今天晚饭的夏年转 请大家都一起 大家聚一下 也是这么多年来 感谢古卫福堂向前 一直以来的支持 来 请大家一遍 对于生活在大山脚下的唐江来说 从前腊肉只是在过年时 才能吃得上的美味 那种油滋滋洋溢溢着烟熏香的味道 便是它味蕾深处 对于家乡根深蒂固的记忆 一直以来 我认为我们三万四的腊肉 是我谢过当中口味最好的 所以开餐厅几个多年 我一直坚持对于我们自己的腊肉 所以说只要我们的餐厅待一天 开一天 我认为我们三万四的收入 同时又满足了餐厅 对腊肉庞大的需求量 吃完饭后 大家又忙碌了起来 村里新一批的猪肉 正等待着蜕变 将亲们将杀好的年猪分解成长条状 土家腊肉的腌制过程并不复杂 只需将食盐撒在猪肉上 涂抹均匀 反复揉压 让盐充分渗入猪肉内部 但盐的用量 手掌的力道 都藏在乡亲们三十多年的经验里 张家借腊肉好吃的原因 与熏制过程中使用的木材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长久以来 土家人固执地坚持着这种选择 只用一种硬木材来熏制腊肉 来来来 我来干 我们这个计划 和腊肉通常情况下 我们就会先准硬一点的莫材 用这样的莫材 它熏制腊肉 它的整个口感在锅里面 那都会好很多 山里独有的麻利树枝 是天然的上好燃料 它木质坚硬 燃烧起来 不会产生过多的黑烟 将腌制好的猪肉 挂于火塘上方 这里的关键是 把握好活与肉之间的距离 这些没有统一的标准 一切都靠经验来判断 我们这里熏腊肉 跟其他的地方熏制方法 还有所不同 都只用冷烟慢慢熏 火一猛了 就容易让外面熏好了 但是里面还不熟 我们不能让它焖到 不然腊肉容易烟味过重 你看我们的熏房的 上半部分都是通风的 柴火在长久不息地燃烧着 悬挂在木梁上的猪肉 静静地吸附着绵长的烟熏香 有了岁月的味道 三个月后 这一块块饱含着家乡味的腊肉 将被糖浆带往十几公里外的餐厅厨房里 以崭新的形式出现在食客们的餐桌上 在这家武林园景区的餐厅里 客人点单率最高的一道菜品 一碗腊肉一两银的主材 正是糖浆家乡的腊肉 制烤 泡水 用菜刀刮去腊肉表层浇糊的部分 将腊肉清洗好后 整块放入蒸笼里 大火蒸至一小时 顽强的肉皮在猛火急功下 逐渐变得软糯滋润 对不起 别说了 有点 微松 十分钟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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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der 在農水 有点 感谢观看 这道推陈出新的美味 既加入了独特的创新吃法 又保留着土家人的古朴滋味 深受当地人和外地游客的喜爱 一口下去 咸鲜甜香 口感层次立体丰富 给食客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在家里就是炖的炒的 这是第一次这样吃 这是跟我们平时吃的 那些腊肉有点不一样 这个腊肉看着肥不腻 吃到嘴里特别爽口 舒服 每块腊肉都是乡亲们通过 香煎烟火的味道 如今腊制品在张家借人的饭桌上 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常客 由于每家的做法各不相同 也形成了人们对腊制品口味的独特偏好 对于从小生活在外婆身边的王念来说 最美味的腊制品就是外婆做的顶罐炖猪脚 崎岖的山路上 王念正坐车回乡 今天是他从厨师学校毕业后 第一次与家人团聚的日子 在外面待了一年多 其实也挺不习惯的 睡觉的时候总是会梦见外婆给我做的顶罐炖猪脚 挺香的 原汁原味的 与山里的其他孩子一样 王念从小就在外婆身边长大 父母为了改善家中的生活条件 常年在外务工 鲜少回家 刚刚我回来的 快点了 后来 你好 刚刚到五年 现在后来 回来 后来 后来 为了给王念补充营养 外婆 顶罐炖猪脚的正宗所在 在生活不便利的年代 顶罐不仅能煮饭炒菜 还可冬天取暖 夏天储藏食物 外婆的顶罐是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古董 祖祖辈辈一直代代相传 即使有些破旧 外婆却依然没舍得丢弃 如今外婆年事已高 家中的顶罐该有人来继承了 王念需要独立完成一份地道的顶罐炖猪脚 接受外婆的考验 把火塘上的腊猪脚取出 经过时间的打磨 腊猪脚充满着香醇的烟熏味 先用猛火炙烧猪脚 烧尽肉皮表面残留的猪毛 高温下猪皮迅速软化 变焦 用刀刮去黑皮 洗净猪脚表面上的灰尘 那这种猪脚就是用的 我曾经那么做的吗 做的就是炒啊炒的就 把这个顶外熬起来熬起来 就熬起来就熬起来就熬起来 就熬起来 还有少 Atмы 小分家 mama 来 belli 我 你 将顶罐 悬挂在火塘正上方 拔火加旺 山泉水与蜡猪脚 在顶罐中开始了漫长的炖煮过程 这里的秘诀就在于一个字 慢 不依赖其他调料品的辅助 要想炖出甘醇未浓的汤汁 得要几个小时的耐心等候 顶罐里密闭的空间锁住了猪脚的香味 蒸腾的热气下 美味正在慢慢酝酿 静静地守候 这是一次难得的团聚时光 就如同外婆多年来对王念的照顾一样 祖孙之间的深情 透过食物无声地传递 寒冷的冬天 火堂散发出来的热量温暖着这个家 围坐在火堂边的祖孙二人 吃着顶罐炖猪脚 感受着血缘亲情 享受着天伦之乐 这是几代人记忆里共同的滋味 此刻凝聚成了家的温馨 张家借人认为 火堂是房子的心脏 即便不做菜 也要将顶罐威在火边 顶罐与辣味 这对默契的伙伴早已融入张家借人的生活习性里 让食物有了最好的归宿 也让人有了归家的温暖 当今时代 社会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 在创新与传统的不断更迭之间 那些遵循古老记忆而创造出来的美食 越发显得弥足珍贵 岁月悠悠流淌 友情历久弥新 擅作辣制品的张家借人 总习惯将珍贵送给最重要的人 生活在张家借市区的吴亚飞 独自经营着一家辣味店 她的店里只卖两种辣味 一是辣肉 二是辣肠 每天早上 吴亚飞都是这个店里最忙碌的人 厂城怎么卖 厂城都是 又是啊 跟我来几斤吧 尽管品类不多 但并不妨碍店里火爆的销量 因为她家的辣味 处处都透着惊心 开店三十多年 吴亚飞结识了不少年生日久的朋友 这个辣肠辣肉都是我亲手做的 这些老乳客都是吃的放心 我的智能都是原材料 把关的好 省不处训练 因为是传统的训练 这些老乳客都是我经常买 打样后 吴亚飞计算着回家的时间 因为她还要忙着感知一道传统的土家风味 血巴豆腐 血巴豆腐 是张家界的一道传统家常辣制品 这种将豆腐 猪血 肥肉 肥肉 放入锅中炒干 用它磨成的细粉与盐 花椒粉 辣椒粉 一同洒入盆内 果皮中富含的天然芳香精油 立即释放出清新的香味根子 给食材增添了一丝清爽甜香 把猪血铺在布上 裹成圆形 用手挤捏 沥出血水 按压在混合好的原材料上 这个血也是个关键 多大就按烟 手大就不红 颜色不贵 味道的平衡 颜色的深浅 全靠手腕的力道 与持久的耐心 反复揉捏拌匀 直至食材软糯 豆腐 肥肉 和猪血的比例 要恰到好处 混合后 才能让成品充满弹性 这个混合 相当重要 都是按点的算的 多大 就用你 手大就不够 将半成品揉成圆形 装入到小碗内 均匀摇晃 稳固定型 随后倒出 放置在铺满干草的波及里 就可以拿到炕上薰烤了 看这个雪豆腐 做起来相当难 火要掌握火口 又不能火大 火大的有手脚的 火小的又酸 明天又要换水子 又还有催不催就炸彩 就烈红的 血巴豆腐 由于制作工序复杂 如今的人们 鲜少会亲手制作 但在张家界 有着过年时 要将自己亲手制作的腊质品 当作礼物 送给亲友的习俗 既是过年的美味 又有吉祥的寓意 所以 每至年关将近 吴亚飞再忙 也会挤出些时间 小批量的制作 这道店内并不受卖的美味 送给他最亲近的朋友 柴火慢烤着血巴豆腐 十天过后 美味就形成了 从火炕上取出一块血巴豆腐 洗净后放入水中 煮三分钟后捞出 用刀切成薄片的血巴豆腐 如同打了腮红般粉嫩凍远 油温达到八成热后 快速加入辣椒 血巴大蒜叶 翻炒均匀 炙热下 辣味与蒜香味完全渗出 与血巴充分接触 色泽饱满 香气扑笛 血巴豆腐 它口感软糯 滋润绵密 只需薄薄一片 就已回味无穷 鲜香无比 吴亚飞细心地包装着 刚薰好的血巴豆腐 尽管它并不起眼 也不是名贵的食材 但倾注的心意 便是最好的礼物 这是吴亚飞 送给朋友们的一份情意 都说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在张家界 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腊肉 就如同这里的 奇风三千 秀水八百一样 是时间馈赠的礼物 也是先辈们 用智慧创造出来的美味 人们把对相邻的情 家人的情 亲友的情 都揉进了